現在我們去看樓兼驗樓 如果跟大家說 插著六百多萬 可以進駐這個傳統九龍城的豪宅區份 還要買一個全新盤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吸引呢 我就覺得很吸引 大家如果想看今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來我們新開通的domain wuchap.com.hk 除此之外 都可以瀏覽我們的Facebook platform YouTube Channel 以及Yahoo!自家製裏 胡說樓市的欄目 都可以找到我們 不說那麼多 馬上上去看看樓 雖然六百多萬可以買到豪宅區 但就換來驗樓時貼滿一屋王子 這個叫成林的樓盤 是位於傳統九龍城豪宅區太子路西 是由首度進軍香港的福城國際所推售 聽業主說 當日他自己抽到頭籌 所以才選到全場最便宜的單位 這個單位是二百二十多呎 所以我看到這個單位 感覺上客飯廳不是很小 但進來後看到窗子貼滿了很多王子 究竟看來發生甚麼事 我舉個例子 這架好像在你旁邊的架 我們看看 頂底架角也差了一顆螺絲 只差一顆 只有前後兩顆 如果斷了一顆螺絲 這架的話 即是交易成績就可以了 我們有行 不如看看 OK 進來睡房 覺得這架很高 但我看到窗子同樣貼滿了很多貼紙 其實是否跟Tanker一樣 有變動和一個辦法 他真的很醜 為何這樣說呢 我們看看這架 明顯很多 之前可能是有些膠紙 撕完膠紙 有些膠紙織等等的東西 其實這些 你不如把乾淨的膠紙織 不如把整個翻噴過 英俊的膠紙織 雖然單位不大 但這架是傳統貨紙 不應該那麼膠樓 這架較有三樓螺絲 不過它原本的螺絲位 噴過了一點 應該要補炮一些洞 像這個一樣 它轉穿了 想像一下 譬如剛開始下雨 我還沒有三窗 有些魚撕進來 在一個洞進入水 水就儲存在框裡面 然後很多時候 就在這些位置走出來 來到洗手間這個位置 可能通間也不太大 所以它的洗手盆都放在廁所和外面 即是說我們可能 例如大小的地方 都要出來這個位置 才可以洗手 但廁所裡面的情況 是否也有很多問題發現呢 其實有些東西一定要收拾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臨浴間這邊 我們經常都說 臨浴間裡面 千萬不要有洞 洗澡水 有機會進去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個門底的建石 整個邊都是沒有風 如果水一直存在地磚底 在這些門殘下 下面就很容易過得到 門框腳就會黑 就會看到外面的腳線又黑 長腳的油漆又開始粉化 其實要怎樣去處理 才會防止它的流水問題 是否真的要找些什麼補回去 掃口粉本身的防水效能偏低 輕輕捉一下它 有時候只有面子浸 原來掃口是鬆的 其實沒有用的只有面子 就算它真的填得很緊 因為那些只不過是粉 有時候你拿發打 抗射它 水有機會經過了掃口粉 會去到後面 不過這家的防水效能會好很多 但剛才你說的空心圈問題 如果它不處理 其實是否水有機會 你會透過那些流浪的場面 如果你見尊不是空心的 其實代表你很多英雷山在裡面 黏得很實力長 當你見尊是空心的話 即是告訴你 旅員有很多地方讓它離開 水一進去便會適合流 所以會有這樣的影響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空心不低 也會掉下來 其實就是光學式廚房 我見到其實因為我空間不大 所以我會有很多東西 公民公公開展 但是我還看到櫃 其實我身高不算很矮 但那一陣 都很難才會用到 距離高也擺不到這東西 現在其實這些單位 是不是都有這些情況 其實也是的 你想一下一個 這個是它的廚櫃位置 空間只有那麼多 還有一個微波羅 我已經覺得這個太高了 因為你想像一下 你盯完東西拿下來 我們的身高好一點 一般女士們要拿 可能她真的要爬上燈 其實也挺危險的 如果我要煲了一碗湯 我翻熱它 我拿出來 其實真的很容易倒閉 這邊這個櫃 我看到你又可以說 內板彎曲是甚麼事 這個因為抽油煙機 爐頂的櫃 通常封槽就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貴板 我剛才只是拿下來 如果覺得比較難開 自己開不了 就不要硬來 因為這些生口板和術很容易斷 坦白說不用一定開 抽油煙機開 它開著的 正在抽風 肯定它搏好一點 你怕它漏風 其實這些生口板 你輕輕開它一點 有條板 你把手放過來 如果它真的風吹薄 不太有漏風的話 板垃圾已經吞吞吞吞吞走出來 這裡有一塊長方形的櫃板 整個鞭尺放在這裡 這塊板如果輕輕軟了 就很明顯了 其實這塊板輕輕有一點長一點點 所以一拍起來 就強硬迫進去 它不夠位 就向上挖了一點點 然後迫起了它 這個教險螺絲 其實我們很明顯看到 這裡差了一個螺絲 令人會覺得你是偷工 我看見這塊板垃圾 就像是偷工 入到這裡都是黃主的 這次得分是嗎 這塊板垃圾 以今時今日的樓盤來說,分數上真的不高